全县公私立幼儿园园长会议 共有174所幼儿园负责人热烈参与 由县府秘书长洪瑞智 颁奖表扬基优园所及基优教保人员 会中并安排消防、卫生等各局处相关业务宣导 期许各幼儿园都能配合幼儿教育政策 提供安全快乐的学习环境 我们是本着职跟量 一起提升的原则来办理幼儿教育 在职的方面我们一方面提升 所有幼儿教育的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 一方面也挹注经费再提升改善 我们整个幼儿教育的环境跟设备 县议员来厌选也肯定县府重视幼儿教育 即感谢幼儿园园长及教保园们 品质教学的辛苦 尤其幼儿基础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 借由颁奖表扬 期许大家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 提升幼儿教育品质 今年的公私立幼儿园园长会议 看得出我们南投县政府 相当的重视幼儿园的教育环境 包括幼儿园人力的培训 尤其是我们园长在做这样子的教育 相当的辛苦 今天有多所的园长接受表扬 我想最基础的最扎根的教育 就从幼儿园开始 尤其是今年度的幼儿园课程有所调整 不管是公立或是非营利 或是我们学校的幼儿教的推广 都有赖于幼儿园园长大家齐心努力 我们不只要营造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学习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让我们的教育品质能够扎根做得更好 会议中公开颁奖表扬 荣获今年基优幼儿园书中的 爽文国小复社幼儿园 永康国小复社幼儿园 及私立格林幼儿园等三所元素 另外还有基优教保服务人员 及档案评选学校 及幼儿学习档案基优等奖项 希望大家共同为提升幼儿教育品质 而努力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